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创维电视独家冠名播出 创维S81 Pro系列自发光电视 尽享畅快 揽进天下角色 健身气功八段剂 这是两手脱签李三交 呼气往下压 下压到这儿 摩韵 攀足 上举 走 对了 回来 摇头摆尾 然后呢 再来 右 吸气 然后转圈 我看起来 我觉得从年轻的时候练肯定没坏处 我准备规划一下老年生活吧 跟着我就已经开始了 就差到枸杞了 我记得我14岁的时候 快15岁的那个时候 为什么我在中国餐厅那边打工的 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家里经济困难 特别特别严重 特别的严重 然后是在我们那一周 Georgia 就是夏天特别的热 有三天没睡 我就会放 没法开空调什么的 就放一个风扇 然后我衣服全部都脱了 除了泥衣以外 然后我有一喷的水 整个晚上连续三天了 窗户一直都开的 然后有一天我就 我确实是忍不住了 然后我把那个空调开了关我的门 但是所有房子那个窗户是开着的 然后我就忘了 然后我爸收到那个账单 哎呀 他气死我 我以为他会被我打死了 然后他就说 谁谁让你开那个空调 这个钱你可以付吗 说没有啊 他说好 你现在快15岁 我12岁就出去打工的 现在你的选择是 你出去找一个工作 你继续在这住 要不然你就赶紧出去 你自己解决住 啊 这也太狠了 这个中国人 这是为什么我14 15岁开始工作了 嗯 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跟人说这个这个故事的 哦 他觉得哦 简直简直我觉得像个电影的故事一样 这要在我们这就叫狼狼式的教育 因为我高中 初中高中的时候 我一直很生气的 我的脾气 我的态度特别差 因为我们家是没钱 一直在被其他的学生欺负的 每天就会被其他学生打还是欺负 还是还是那样的 然后我就觉得生活特别不公平 特别没意思 我就是对谁都生气 对对什么都生气 什么都不满意的 所以我就那样开始打拳 我就觉得嗯 这个是有意义 我付出的多少 我得到了多少 在生活其他的地方 我付出的多少 你得到的也可能是零 你控制不住 那你学了打拳 啊 那个那个他们 那个跟人打个打个价吗 有 就是 就是有人欺负你 你你 有 但是 开始的时候 是我没办法保护自己的 学学权之后 就是因在学校也也人知道我是学权的 他们看了就看得出来了 因为身体都变什么都变了 后来我就不用保护我自己 因为没人欺负我 最后我跟别人打的就是 因为我看他就是欺负其他的孩子 这个行侠仗义了 那我就我就去跟他们打了 所以你其实你小时候 我估计你学权之前 你的形象也是个比较瘦弱的小孩 对 又弱又胖又敏感的 就是喜欢艺术的东西 不喜欢打橄榄球 不喜欢篮球 不喜欢这些东西 男人的东西 因为我爸也是这个 我爸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就是觉得 生活的意义就是给社会贡献 如果你不给社会贡献 你你存在都没必要存在 是吧 确实长大在我那个长庭确实很痛 你看咱们那个李梅锦 我们一个嘉宾 一个心理学家 我发现他他教育孩子就是这个招 挺很直接 因为我就说很多男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 你知道吧 我小时候也碰见这个 说个怎么办呢 就是 他的办法很简单 他说你让他去练练拳 练摔跤 或练个武术 其实他说的跟你的例子是一样的 他说一方面呢 他练拳练摔跤 他身体练强壮了 那些孩子就不大敢欺负他了本身 再一个也练习他的意志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哦 你脸拳就是因为你想打架吗 没有 我脸拳是因为我不需要打架 我不想打架 我们中国人在这个这方面哲学最高明 那个舞字 舞叫指歌 就是练舞是为了不打 中国人把什么都说的特选 所以你爸爸现在应该为你感到很骄傲了吧 不管他给不给压力的 你之前经历过的整个的那些教训的 那个那个经验的永远会在你里面的 他跟我说话 不跟我说话无所谓 我面对一个情况 我在脑子里就能听到他的声音 问题是在这儿 哎呀我觉得他有点 你知道吗 我觉得弗洛伊德应该给他看看病 他好像有点这个跟父亲之间 嗯 我觉得你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可能对你有很大影响 是 是吧 甚至我们说的 他父亲应该是一个很威严的那种 呃 形象 在他心里 很严厉 你看有点像那个 李安也是 觉得父亲就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权威的 是 形象啊 因为他爸了 他爸是校长吗 老觉得他不务正业拍电影 李安的成绩也不好吗 然后我记得他说 他那个时候拿了那个奥斯卡奖 他爸说 那你现在总可以做点正经事了吧 就觉得拍电影拍到拿奥斯卡奖都还不正经 你之后走出来可以做 他父亲也是知识分子啊 对 儒家的知识分子 你看他这个 他的父亲等于是新教伦理下的那种知识分子 我爸今年七十岁他还在上课 长途的电脑的那个上课 在哪一个master 在哪一个这个 他在学习 他在学习 还在学习 这个也不是他而已 其实犹太人本来就很多是这样的 犹太人的 你以前住以斯列的 对对 他们说的三件事 就是说 最重要的三件事叫什么 学习学习学习 我爸是这样的 我妈每天我爱你 我特别爱你 你感的一切都是好 为什么孩子欺负你 因为他们他们吃醋什么的 就这种都是肯定肯定肯定 你听到妈妈的肯定就是 嗯好 我也爱你这样的 但是你听爸爸的肯定你一个月就很很开心 对对对 是不一样的 你给他看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不能夸的太廉价了 嗯 其实就是我之前一个女朋友之前 我经常说我爱你 她说现在你说我爱我 就我没感觉 我爱我 这不是吧 你爱我 你爱我 你一直在说你爱我 现在都没感觉的 这不是吧 不如你就一年跟我说一次 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很爱 你碰见她 这是什么女侠 嗯 这个有点不符合一般我们对女孩的理解吧 我对女孩的理解是 你天天说她 一天说24岁都不嫌多啊 你碰见的是什么奇葩 他就认为 他就说你说的太随意的 你爱我 你是不是前女朋友就说你爱她吗 什么这样的我就是这个是我的经验 他应该不是个美国人 有性格 他是美国人 他是美国的华侨 有性格 有性格 我觉得可能他不太爱她 要是个女人这么跟她 你看是不是 是 要不然现在还在一起吗 哈哈哈 然后呢 现在他好像是 是加了一个伊斯列人 伊斯列的犹太人就搬到伊斯列了 好像是 谢谢您 谢谢您 在一起得了 谢谢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里 哦 太棒了 这都是你的家啊 对 咱们这边大概有个五六千亩草地 都是咱们家的 眼睛目前能看见的地方都是 地主啊 你说的家就是你的家 这个也是我的家 因为家里的孩子跟我是一个拜靶子 结拜兄弟 所以家里的阿爸阿妈也都是我的爸爸妈妈 这是我的奶奶 哦奶奶 有七十岁 七十岁了 对对对 今天编的小辫子 哎呦 今天编了好多小辫子 哦你看这小辫子 自己编的呀 嘿 哦这一家啊 哈哈 您不要忙了 不要弄了真的 不要弄了 这个是咱们家里的牦牛肉 哎呀谢谢谢谢 你看看 嗯最早的时候我是那就是徒步来的青海 在北京待了很多年压力比较大 那个时候蛮年轻啊那成功大家都是代表的就说这个要有很多钱啊或者房子啊车啊这样 那我也不例外 追求这些 但是 不是光努力就可以达到的 啊后来就背包出来背包出来以后然后走到了甘树 那后就脚鼓裂了 但是自己的心里还是想的一直想去藏区能减轻自己心里不安的这种情绪 但其实现在反回来再去想的时候结论不是这样的 人在哪里都一样心不安定在哪都是矛盾的 心安定了处在任何再闹的层次当中还是安定的 就是去塞马的 其实所有的车辣辣辣都是去塞马的 对今天下午有 对 应该去看 大老板我像大老板吗 买马来的 他这个比赛是咱们偶然碰上的 应该是来的比较巧 但是他不是逢年过节举办的 想举办就举办 不是今年不是这个疫情吗 咱们这个人尽量不让聚集 上半年所以这样的活动就比较少 然后就是基本上今年的活动就集中在下半年 他们选的这个马是劳动用作劳动的马是不是 就不是用作速度的马 两种平常跑的也有专门就为赛马的也有 然后村里边他干嘛养这种专门为了赛马的马 有 因为有奖金嘛 奖金有多少 今年我不知道这次是多少 有比较高的有几十万的上一百万的也有 就冠军 对对对冠军啊 哎呦 但是你说像他们这种矮马 他比得过这些速度马吗 肯定比不过 但是大家就是来就是 一个是为了热闹 大家就是得知道自己可能得不上名次 但是还是愿意愿意一起玩 那就玩 对对一起玩 哎韩伟他们拍那个出发那一刹那的吗 嗯 那有一个特写镜头拍那个哨子 吹那个哨子 就最后这个镜头就是嘟一声哗就万马奔腾出去了 就要这样的镜头 发令的 发令的就是拍到他就跟这个发令枪一样啪一下哗就横着就全出去了 来来来来咱们看看这个 30号 对吧 对对对 这条线 对对 你就你就你要你知道这个机位你就你就这样让他一起 那边 是多ointed 一个是他他他同学出发我们从这拍 就一六码头 你知道吗一六码头 他就一起出发 twax 回腾 二管三支 不是你听我说哈 最好还有一个机位在这儿 就比较随性啊 对比较随性 对对对 很有意思 没有说啊 大家都必须都在骑手 对对对对 骑手可能还现在不知道在哪呢 是是是 也不管是抢跑不抢跑是吧 对对 差不多凑齐一堆就开跑 对对 好这次我感到这一队是有秩序的 他们能比出真实的水平 你看 至少大家都自觉的在白线后头了 对不对 这个咱们要拍好啊 对对对 这次相对整齐啊 同志们 咱们要赛出水平 领导不要讲话了 大家都站在白线后头 你瞧瞧 你瞧瞧 明显手智序多了 你知道吗 来来来 我这就 又跑起来了 我天哪 先别打个招呼行吗 我是吧 打个招呼可以吗 这不算开始 不算开始啊 重新吹事 请不吝点赞 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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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在草原上基本上都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属于中型的 然后比较大型的还就是有 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 自由自在 是玩 给那个马 披上彩带吗 就是祝贺的人多 祝贺的人多 就很有面子吧 就是觉得很光彩 有的带的都 那个马都看不见了 有的就头上有一个什么的 就是祝贺的人少 他会自己买吗 也不会自己买 自己不会买 那有的那马身上就没有 就说明他没有得名次 不带 好 谢谢你 谢谢 这带的多漂亮 你看这马 天哪 带的多漂亮 你好棒 可以抱一下吗 来 我抱你一下 抱你一下 你喜欢看上马 看上马 你看这马长得多苗条 你看这马长得就苗条 你看上去吧 跟我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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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马现在是两岁 然后他参加了十多次 这个就是总确的是17次 两次两岁参加17次 对对对 然后但是就是很多次得了那个第一 这么点小马 他跑得快是吗 跑得快呀 他是同一个年龄 都是两岁吗 都是两岁 我说他怎么跟大人跑呢 儿童组 儿童组 对对对对 今天是得了第几名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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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二吗 十三批里面第二名 十三批里面第二名 亚军 亚军就批采筹了是吧 那以前得了冠军有奖金吗 有 有多少 七个文章 最好的是冰箱 冰箱 奖品 奖了个冰箱 我可以摸摸它吗 可以摸摸它吗 可以摸摸它 先让它这样 是吧 先让它给马闻一下 然后你要把你的大拇指藏在里面 给马的手 可以闻一下 哎呦哎呦 磕了人家牙了 哦 闻一下闻一下 哦 哎呦哎呦哎呦好宝宝 哎呀太好了 你好啊小宝贝 真厉害才两岁啊就跑第一名啊 哇太厉害了 他参加这么多次比赛都得第一啊 这是那个鹿 叫鹿鹿 鹿鹿 鹿鹿 这是那个鹿 一头鹿的鹿 他的母亲从小就死了 他是自己人养的 哦 他就是他的爸爸 你知道吗 是吧 他是母亲从小 哎呦孤儿是不是 对 真可怜 那时候他不知道 那么好 虽然是遭遇不幸 是吧 但是呢人家真是千里居 千里居 他得了冠军 是不是他会给他吃什么好吃的 对你奖励他吗 你自己在前面提过来 他给大米和豆 哦大米和豆 这就算吃好的 吃得比较好的 得了冠军吃好的 平常就吃草 哎呀真厉害 哎呀 来给我们 给我们照个相 给我们合个影啊 给我照照照在手机上 一军 照在手机上 再发给我 嗯 拥抱一个 咱再走会儿 再走会儿 你看还走 我现在对他了解的越来越多 我就觉得他当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你看 我跟你在一起很快乐 所以 你很快乐 没有 我走一下 你看 甚至他的父亲可能会给他一种观念 就是说你个人的快乐 你光图你个人的快乐是不对的 快乐只有和别人分享的时候才存在 我的很多快乐 就来自于我的爱分享的朋友 但是呢 我就觉得我很多快乐的时候 是没法跟人分享的 或者说 你都偷着乐什么呀 或者也没有必要跟人分享 我一个人看西洋 坐在这里 我老实讲 我并不需要另一个人在旁边 这个快乐会变成两个快乐 我觉得那都无所谓 两个四个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感受到的 哎 中国古人讲什么 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 青山见我 应如是 每一次就是我 你们说了一句话 开始 一开始他就继续说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这 对 中国古代人 应该是说这句话 我都不知道 那你说一句英文 我们也得给你翻译 我们不拿中国古代文化给你抗衡 我们拿什么能干得过你这帅哥 不是 我说的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快乐 一个是意义 这个是两回事的 是 快乐可以是你单独自己享受 意义肯定是跟你一个人只有关系 不可能的 是 今天咱们说了一天 就是说他快乐不快乐 一方面呢 是挺高级的 其实不用说 那种哲学上的不快乐 那我跟你说 那是人类根本的一种痛苦的处境 状态 那是另一个问题 实际上是今天年轻人 他的很多不快乐呀 来自于真的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就是生活上的很多压力 包括你知道今天的孩子 我就有时候就有时候感觉到 人比人呢 气死人呢 就是今天又有这个朋友圈 你知道吗 你整天就看到别的同学在炫 你知道有些小孩甚至跟我说 当然可能是少数孩子 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就是现在 有些这个我们这个同学啊 嫉妒心特别强 你比如说你出了点名哈 他的一个同班女同学 因为他成了个网红 他的同班女同学能够闲的 就是发动很多这个水军 甚至花钱买 就是要黑他 是因为之前我们都没办法 联系到某生人了 对啊 现在我们就可以 连接到无限的人 你都没见过 你都没听说过 不知道他存在 然后你会给他说什么 不是你工作的问题 你生活的困难 那什么就是说 你看我多快乐了 你看我多成功了 朋友圈儿 然后人就会觉得 那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 但是到处都是有这种很开心的人 很很成功的人很快乐的人 他就给你一个完全假装的一个完全假的生活 对 存在的广态不是真的 社交媒体 真的不是真的 我先觉得我听你们说的 我就觉得可能快乐真的不止一种 其中有一种可能就是要你独身去探索的 也就是你一个人去你才能发现那个争取 但是另外一种快乐可能就是就是你说的 其实我除了独身探寻之外 我还要把我探寻到的东西去分享 那就是我说的快乐和意义的区别 快乐不应该在你这里变成一个终点 对了 你知道按照他刚才说的 那现在一个班里几个同学 有的同学发了 你知道吗 有的同学 然后说 你先听完别人讲什么 就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有一个同学 说我要分享 好啊 我嫁了一个很有钱的老公 然后呢 我就买单 让我的同宿舍的女同学 一起去欧洲玩一趟 嗯 对吧 分享 我很快乐 我跟你们分享 结果最后发现呢 他们都讨厌他 就觉得你就喧傲你多有钱 那些同学并不高兴 但是你能说那个人是百分之一百 就为了别人开心的 你也可以就送他一个一个卡片 一个蛋糕 一个小杯蛋糕 他就觉得这个人想到我呢多好了 那你说 哎呀我带你去巴黎 带你去这个地方 就最漂亮的地方 你说他一点点这个喧傲的感觉都没有吗 所以你看我现在觉得竞争会让人心理压力特别大 尤其是今天这个成堆的这些年轻人 你记得咱们赛马吗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说我说这帮人怎么这么没有秩序啊 但是他们无所谓就慌就跑了 就是为了开心 如果是如果是竞争 这怎么可以 昨天我看的特别高兴的 我看他们奔过来 那些人不是就是赢了以后吗 就有就是他们有的就是亲戚朋友是站在那个敞门车上 然后那个骑手是在马上就就是一路打的鞭 其实就是去庆祝嘛 对 叫一路喊 哇那个那个声音就是很真挚的好快乐 那你觉得这个是快乐还是有意义的 我我我认为意义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这东西好吃 这我了解 谈恋爱 谈得好的时候很甜蜜 这我了解很快乐 你说什么意义 比如说我对我的现在 一切非常感恩 好快乐 一个人在家里看不完的书 看不完剧 看不完的电影 吃不完的饺子 还有很多你知道吗 就是饺子太快乐了 然后呢 为什么要给我发微信 对啊 得干活啊 就是说你焦虑的是 你焦虑的是怕这一切 不要来什么无望之灾 不要被破坏 所以焦虑由此而生 就觉得我得多小心 我得谨小慎微 我得保护好我现在很满足的生活 你知道吗 我并没有更高的欲望了 但是我怕的是以后挣不着这个钱了 你知道吗 小农艺是非常强烈的 对对对对 真是我们 跟我们一样的 一样的 差不多 这还有什么不快乐的 大草地全属于咱们仨 对不对 背后是湖 对吧 晚上咱们回去招待所 还有床硬点 也有得睡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 对吧 人家不都说了吗 夕阳夕下的时候 难道有人想鼓掌吗 对不对 所以要安静 这个时候就叫暮色 看月亮了 挺大的 月亮 月亮出来了 月亮在哪呢 月亮 月亮 好 我们去钩火台那坐一下 拍点儿特写 好 对乱乱 你说罗朗是真的很帅 还是属于那种 咱们看着外国人都挺帅的那种 对第二车 好 来转 可以了 等会儿它露出来点 多少还会先露出来 我还得来这个赞 对吧 赞点 哎哟 哎哟 太厉害了 哎哟 天哪 我们中秋那天在那个地方是罗朗做的月饼 但罗朗不在 对啊 那怎么办呢 但是罗朗还是要跟我们会合的 这月亮真好 就今天 昨天前天我们就去的地方也挺多的 但是最美好的我觉得就是跟 宜君和文涛就我们更了解对方 我珍惜的朋友总有一点 说的酸一点 就是 对人生的求索 我觉得这个比珍珠还珍贵 我觉得罗朗本质上 他还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 比我走的更坚定一些 就是你发现这两个人 还是跟我有很像的地方 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再会合了 几天再过几天就又跟我们会合 啊 好不错不错不错 grab键 grab键 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他弄不见他的叫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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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德令哈 对 孩子他就是在德令哈写的这个诗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张灯结彩 这不是为了我们开的吧 张灯 这海拔多少 我太自作多情了 这是国际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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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几个小时了 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啊 还不觉得太久似的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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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阳光照上去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感呢 就是荒凉啊 荒凉很美啊 它真的荒嘛 你看 当然没有植被 但是你看这个上面啊 一个土堆那个横前面 都有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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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太丰富了 就是这个亚丹地茂 有好多个名字 你知道其中还有一个名字 叫风的凝固态 真是 我刚才就想说 你看那一片像是一阵风吹的 对 同一阵风这么吹过去的 哎 你觉得吗 这个进来的感觉不太一样 我进来觉得像个剧场 嗯 像迎接我们的那种 就是 永道上的很多雕像 对 自高自大到了何种程度 全是迎接 全是欢迎您的群众 全是欢迎您的群众 像昨天一来 人家冷湖那儿 开着那个霓虹灯彩灯 我说哟 不是我们开的呀 人家说过敬天 来 冲群众挥挥手一句 你看这个小沙粒 好硬 然后有个泥壳 泥壳下边是沙土 一个脚印也没有 看这个 就是这个 闪光的就是这个东西 对 对 是吧 闪你眼睛吗 嗯 你看这像不像一颗旧尺 旧尺这么大 我感觉这缓坡能上去 沿着龙背走向龙头 哇 太壮观了 天哪 这真是有龙 群龙舞动的态势 你觉不觉得这像大河 就是 这大河流过来 我们这个是分流的龙头 人没来的时候 七千五百万年 它显然不是为你而设的 那它是什么呀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不需要定义 你觉得人世间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你说呢 我 我的体会 我说实在是就是我这辈子觉得 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找着一个可心的女朋友 跟她一起就是畅游 这是我觉得最美好的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快乐 就比如说有个喜欢的爱得如火如荼的那个时候 甚至正在恋爱一种热恋中的那种女朋友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俩开着车就到这儿 哎呦 这是 我跟你说那些日子 那些日子都是发光的 有 有 但是可惜好景都不长 你有痛干吗 我现在想起来特别的搞笑 我就是做的那种长途旅行啊 都更衣的不是我男朋友的男人 真的搞笑 你看 现在也是 你看 这是命吧 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是什么东西 那你看那个上面是个什么东西 是车吗 这这么多车 那是帐篷吗 就是那个火星营地了 我们在这个火星营地干嘛呢 见那个袁振文呢 这 initial peu 对了 再稍微高一点 再整体稍微高一点 我觉得右边高了点 左边再需要再高点 左边再高点 对 才平 你的挂号 我这眼神不太好 你是袁老师吗 对 您好 您好 我叫豆温涛 这是周易军 易军老师好 你好 我们这个整个的火星营地 就是为了培养火星移民工程师打造的 爱隆马斯克不是说 2040年第一批人类将前往火星 到了本世纪末将实现大规模的人类移民火星吗 感觉您现在先已经给咱们培养去那的人了 对 这边是南宇航员的睡眠舱 南宇航员 这是南女航员的储物柜是吗 对 南宇航员的储物柜 我们能进去看看 可以 可以进 我都等不及了 要脱鞋是不是 对 可以睡上一觉 真的吗 对 等你一睡醒了 发现我变成小鲜肉了 哎呦 哈哈哈 好来 您这边 是豆温条的 不能睡时间太长 不然起来就发现一百年过去了 好 地球的朋友们再见了 我们之所以在这儿建这个火星营地呢 就是您看到那边的那个亚丹地帽 那个是俄伯良亚丹 哦 那就俄伯良亚丹 对 它被评为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依托它的这个火星屏地帽 在这儿建了这个火星营地 你不是北京人吗 北京人 哎 那北京人怎么到这儿来 就你就不回北京了 对 我一年是长期在这儿工作的 嗯 我是一个科画迷 就是从小就喜欢 对 你还 你自己还写小说 对 是的 对 特别喜欢仰望星空 然后就觉得人类在地球上太小了 然后我们总要走出去看看 那你能舍下他们呢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我父母把我生下来 他们的基因完成传递了 我把我儿子生下来 我完成基因传递了 那作为我个体来说 那我应该享受自己的人生 我是考虑我的父母 我老公和我儿子 那我觉得我的人生就会有缺憾 我太宠罚你了 那他们呢 能够这样自由地去想 他们理解你吗 他们现在很理解呀 不然也不会让我一年 五分之四的时间在这儿 哎呀 很理解 你有个好老公 肯定也有个好孩子啊 是 所以让你能够做梦 对 我迷恋这个地方 所以我现在能理解那些人说 舍不得 是吧 你回你的上海吧 记得我上一集说你吗 就是狗熊白暴民 见一个爱一个地方 然后又说不走了 下一个就觉得那个又好 你为什么老要 戳破别人的幻想呢 这前面有一个 亚丹蒂茂 它就像一个大肥猪的形状 下了个蛋 大肥猪 大肥猪的形状 你看就这个 大肥猪是吧 这个就像肥猪 是像猪 你看那个嘴 你看那个嘴像猪吗 真像个猪 你看我就像个人面 还没你拍到他那个剪影了吗 好像一个猪啊 对 哎 我们公布两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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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等于说风吹剩下的 所以你就很难想象 这个风得有多大 很多时候加在你身上的迫害 你当时以为是倒霉 但是也许最后 你这个人成为艺术品 就是靠你经受的磨难 把你雕成这个形状的 人就是这样 年轻的时候 你肯定就是 逆风而上 乘风破浪 现在我知道了 什么叫顺势而为 就像这个土 它总有去处 它总有去处 风从东边来 你就把我这吹平了 风从西边来 你把我这吹平了 就是我随着你雕刻我 硬的就留下来 就顶住 对吧 软的就被吹走 就是自然 其实强者都是别人眼里看的 它自己晚上咬着被子脚 不定哭过多少回呢 所以你要说我唯一的劝告 我就是劝告就好 就活下去 只要你还活下去 哪怕你把我的尊严都打碎了 也不要紧 就像我跟你说的 姿势很潇洒的 过了这个坎也是过了 姿势很难看的过了这个坎也是过了 那什么叫姿势好看 什么叫姿势难看 你看看这个 是馒头好看 还是那个尖锋好看 会看的话都好看 就都是人生 其实人就是一个特别自然的 对于外界的任何打击 就像这个风和水 任而东西南北风 我感谢一切这个打击 把我雕造成了 把我腐蚀成了 我今天这样的造型 咱们俩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在这大发感慨 这就真是不如一式长八九 和与人道五二三 有一种室外的感觉吧 让我真是受不了了 我有点 你觉不觉得这个有点让人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不知道身在何方 我越往那边看 我又觉得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觉得好像迷失了一样 这就叫沾笔大荒 嗯 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嗯 我说咱们一年没见了 恍若隔世 我在现在才算看见了 恍若隔世 就是我有一种被这困住的感觉 就是两个字 绝境 我现在看着那片山呢 我甚至觉得 并没有天外有天的感觉 就是尽头 我觉得有 你看那个都像一个小楼一样 那都能看见窗户的感觉 我觉得还有 我的意思是说 再往那边走也是徒劳的 嗯 都一样 就是重重无尽 就是好像说 你围着火星走一遭 对 你也就是在这样的地方 不断地移动 转一圈啊 你哪怕在这种地方走多远 你也是永恒的轮回 我就 绝境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发现讲这个绝境这个词 特别有意思 你跟人讲的时候吧 如果那个人经历过什么 他心里有这个绝境 你一说他就明白了 他心里没有 他没有这个经历 他就不明白 谢谢了 俄伯良 挺吓人的 哎呦真是 我不是 我有点感觉到想往下跳的那种冲动 别别别别 别别 我突然间觉得有一种恐怖 哎呦 干啥啊你 我得往后退一退 我得往后退一退 啊 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叫 荒寒 格外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 就是一切似乎都停止了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这一片完全没有生命迹象的 这个世界 是那么有魅力呢 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 就是精神上的超越 天地之间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一下子觉得 你跟某种 亘古不变的东西 连接在了一起 觉得 哎呀 买骨鱼瓷 也很好啊 我可能连骨头渣都不剩 就是好像 这骨头像画灰一样 就在他那一阵沙尘当中 一卷 就没了 哎呦太冷了太冷了 太冷了 看看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义军 小脸 高脸红 好 看看 夕阳向朝阳 看见了吗 天边一抹微红 地下荒寒的山水 再冷也值了 好 月亮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还真的没有试过 就是静静地等着月亮出来 这事我还真没干过 你看看过 太阳升起来 太阳落下去 谁会等着看月亮升 第一次 是吧 你能看到它上升 天哪 这 得把这几层云都涂毁了 哎呦这是最美的 你看 一道黑云 哎出来了 你看那个崩子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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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温柔的光啊 最漂亮的时候 真是最美了 你看 咱们这个团队都是离家的人 到了火星 我们就是一家人 是吧 中秋节快乐 好 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我们一起过中秋 都是远离父母家人啊 今夜我们就是一家 真的我觉得是从我笑呢 我因为你也还有俩呢 走 好了 说一声呢 说一声 我还在那儿站着 好了 经常会有关心爱好者 看星星 然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就开始放烟花 杨老师咱们是有缘 都是北京来的 而且正好碰上中秋节 我们今天在火星团聚了 你看他离不了这茬 这是我们从西宁带来的 青海大月饼 女士这个随便啊 咱们咱们多少沾沾醇 因为毕竟是中秋节嘛 对 清科酒 祝您花海月圆 好 嗯 嗯 有点意思 其实您说这光速飞船啊 我一直有一个想象 当然咱们都是科 科芒啊 文科生 从理论上讲 比如说啊 嗯 假如咱们这个视线上没有遮盖物 这个光线 就像月光到达咱们也需要一个时间 那咱们仨这段影像 实际上 在到达那个观测者的那个星球的过程中 不是以光线的形式在走吗 对对对 这个道理说得通吗 特别浪漫 假设离我们100光年外的那个外星人 嗯 他看见了哎 这仨啊 他们会知道哦 这是100年以前的影像 在这个星球上 嗯 有这么一幕 但是实际上我想说的是 理论上说 咱们这段影像 就是咱们没了 嗯 咱们这段影像也不会没 对 它只要光线没有浩劫 也就是说咱仨 某种程度上这个中秋夜也是永远在的 对对 在整个宇宙里可以说是 就是永生的 其实 现在也是个假象 就是我们说的 你比如说我看到的宇军老师的影像 不是他的现在 嗯 他传到我这儿是需要时间的 对 就只是很快而已 但这个很快 他也是光 需要从那儿跑到这儿来 对 这至少两米的距离嘛 对吧 所以我看到的是宇军老师的过去 对 他说的话我听到了 传到我的耳朵里也是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聊天其实没有现在 就是过去和未来 我今年因为这个疫情嘛 我也碰到了很多事情 而且我接触一些人 也发生了很多这个生离死别啊等等这些事 我说我想看看什么书呢 就是在讨论 或什么人在讨论这个生死 然后呢 我就看不同的人 比如说我欣赏的人 我看他们都靠什么去战胜这种 比如对死亡的恐惧 嗯 那每一个人最后他寻找到的那种凭借不同 比如说呃 我看那个画画的那个大卫霍克尼 他就说凭借爱 他说我到碰到任何困难 我就是凭借爱 我就心里想这个爱 那也有做音乐的人 他就觉得音乐让他战胜所有的就是这个困难 闲凉吧 来一块 要叫我说啊 嗯 人人都有宇宙观 嗯 你认为你从来不想这个事儿 实际上你也有一个潜在的宇宙观 比如说有些人及时行乐 他说我什么都不想 嗯 那你及时行乐的假定前提也有个三观 你认为生命有限 转瞬即逝 所以你要及时行乐 对不对 另说 但是呢每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宇宙观 在指导他的生活的 对 比如说他宇宙观认为咱都是游戏 咱都是被程序设定的 但是有自主的 自己还会改程序的 对 这么一种游戏里的人 对 所以我要脱离他的控制 你看那个火光下 他像不像他游戏里的人物 很像吧 对 你真的 你脑门子一到青筋往上 你看 你看到没有 和宇宙的连接吗 嘿嘿嘿 有意思 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他们每年科幻文学讲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新的观念 有 比如说今年获奖作品里就有 星球是有意识的 你们都说人类有意识吗 星球也有意识 有一个当年著名的文人 就鲁迅的弟弟 叫周作仁 这个周作仁写过一篇文章 他就说 我们见到小孩子这个撒谎 我们往往就会说你怎么能撒谎 要教育孩子要诚实 他说这个往往你也是伤害了孩子的天性 他说因为很多时候小孩跟你说 比如说小孩说 妈妈我比如说我旁边有个老虎 他不是在撒谎 他在幻想 就小孩有的时候跟父母说的 是他的幻想 很多谎言 是人类想象力 你比如说他就他一下子讲到 古希腊神话 是不是谎言 就人类童年时期啊 就那种他想象的 他有时候根据他的想象跟你说 但他本身不是为了骗你害你 他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玩一些 是的 你说科幻是不是有点 他有这种心灵 是这样 您说的我深有感触 比如说我儿子是个科幻迷 然后他就老是用科幻的眼光看世界 他跟别人聊天都很科幻 所以我们俩就能聊到一块去 跟别人很难聊 但是他到学校去呢 他还是带着科幻的视角去跟别人聊天 朋友听不懂 所以他慢慢就不爱说话了 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内向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发现我跟别人说话 他们都拜理我 我说为什么拜理你 他说我跟他们说个事吧 他们就很奇怪的看着我 就那种眼神就是你说什么呢 但是就觉得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所以他就久着久着他就不敢说了 我说你都跟他们聊什么呀 他说就聊什么意识啊 黑洞啊 光速啊 我说那你聊这个人家能听懂吗 肯定听不懂呀 所以你说我们是一个鼓励幻想的这个民族吗 因为我最近就是接触了这个山海经 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里面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说有一个叫那个伊木国 伊木国的人都长了就一只眼睛 那不就那迪斯尼的那个minions 我们就是古人也是充满幻想的 他们有很多的就是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 你拿到今天来说的话 不比那些美国大片美国的或说其他地方那些东西差 我后来看英国人像那个培根他就会认为 他就有点瞧不上希腊的那些东西 他说幻想是好 但是他是属于就是没有结论的就是那种他认为是人类智慧的童年期 就是你还得从那个里头再走出来 所以他作为一个英国这个就是这个哲学家 他重视的是经验就是说你天马行空想 但我还得重视我的经验 我的这个实践到一个时的这个东西 热爱想象力和不会走火入魔 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分级 我其实特别喜欢听人胡说八道 尤其是有学问的老师胡说八道 不管我听到什么假说都要等待证据 才能信以为真 但是呢这一点都不耽误我呀爱智慧 是 你知道有的老师啊 他给你讲外星人讲什么 实际上他是在跟你分享他勾引出很多知识 对 这些知识 哎呀你听着好喜欢 就是脑洞最大的肯定是科幻作家嘛 就像叶永烈老师他写的那个小林空漫游未来 我们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看 哎呦那就是您说的胡说八道吗 对 叶永烈老师 把眼镜戴在眼睛里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电脑变成这么小 对对对 然后当时觉得这不就胡说八道吗 这是我们一代童年的记忆啊叶永烈 对对对对 你看这过了十几年吧 什么都变成现实了 哎 我就一直在想啊 比如说那个咱们身上所有的原子 都是宇宙大爆炸之后的产物 全都是 包括我们身上的原子 其实跟这个杯子 跟这个桌子 跟这个土没这么区别 你比如说我们手上 我手上有一个足够小的镊子 可以捏起原子来 但是不可能有这么个镊子啊 我们假设想象就有这么一个 我们把文涛老师身上的这个所有的原子 嗯 一个一个捏下来就摆在桌子上 一地散沙 捏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都变成原子了 嗯 那你的意识去哪了呢 所以当就是刚刚说到您那个情景嘛 我躺在这个这个穹隆底下 我就仰望星空 我就感觉它像一个大罩子 四周全是星星 然后移到银河 像牛奶一样 泼洒天空 我就感觉我就不存在了呀 我的意识就已经和他在一起了 嗯 嗯 就连成一片了 对 就是刚刚文涛老师说的 他到了这种地儿 他就想 他说的死在这儿 其实是把他的意识留下 哎呦 哈哈 原子还撒一地呢 还得帮你拿湿老袋装 呃 胡适说呀 他小时候特别怕鬼 嗯 但是他后来为什么变成无神论呢 嗯 他看到了一个叫范枕的人 一个古人 嗯 写的一个文章叫神灭论 他就说他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因为范枕就是说什么啊 嗯 他就说啊 不要迷信 说这个聪明啊 就就就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啊 就说你的意识 嗯 是刀的锋利 嗯 你的大脑这个物质 是刀 对 你的意识就是刀的锋利 对 所以没有刀 也就不可能有刀的锋利 对 所以胡适说 一听这个就不怕鬼了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 嗯 量子力学 嗯 就刚刚您说的那个月亮 嗯 他现在变成这样 哎 你看刚才那么清晰 对现在朦胧了 嗯 比如说我原来没有我们指挥生命的时候 他可能都不存在啊 他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看了他一眼 嗯 物之所欲成色 对 对我们看见他了他就有颜色 对 然后我们没看他的时候他就是一片概率云 他可能播撒在宇宙的各个角落里 嗯 但是当我们一看他 他就瞬间塌缩了 塌缩成一个月亮 嗯 是不是我们今天看着有点那个眼花呢 但是这个问题唐朝就有人问了 嗯 江畔何人初见月 嗯 江月何年初照人 什么时候他第一次照到人的 对 是吧 江畔什么时候最早见到这个月亮的 嗯 我觉得至少我们跟宇宙是一体 对 是共同体 所以说还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产卷 来来来 很开心啊 跟咱们这个脑洞大开的中秋节 对 中秋节快乐 哎呀 咱们拜月啊 在你这里赏月可太好了 是啊 嗯 火星上的中秋节 是的 哎呀 你一说火星 特亮那个是不是 那就是火星 啊 那就是火星啊 我来给您印证一下啊 你看月亮旁边这颗红色的就是火星 还真是 所以特别亮还是红色的 真的是火星啊 对 火星 你看咱们中秋节 这个圆月 而且咱们在这个火星小镇 火星基地 对着这个火星 哦天哪 对 哎 你看咱们现在看着它 它上面有没有人看着我们是吗 不是 我觉得区别 咱们跟古人的区别就是 咱们现在知道它上面是什么样的 对 这多有意思啊 嗯 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咱们看见这个 亚丹地帽这个样子的 对 你想那么一个星球 比地球小一些 对 是吧 好像是上鹰天象 咱们这个人间上鹰天象 我们又是冷湖火星小镇 对啊 你看这个火星这么寸 对 我这帽子怎么样 我是不是头太大 不太适合 好 帅吗 颜色是好看的 但是就 不太适合 我觉得可以 我选衣服的 戴帽子的标准就是 说女孩看见这个 就是你有时候觉得她吧 特别聪明 有时候觉得她很落志是吧 我跟你说 丑人也有爱情 野百合也有春天 知道吗 本节目由创维电视独家冠名播出 创维S8U Pro系列自发工电视 镜像畅快 这世界很酷